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是全球的设计界三大奖项之一 此季所研发的静思多功能福惠床 在4800多件竞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最高品质奖 红点设计奖今年已经是第60届了 它的得奖作品都要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要符合世界潮流跟趋势 其次要可以量产 那么静思福惠床正式登上红点期开 也成为了世界级的产品 德国红点设计大奖在埃森市举行颁奖典礼 此季基金会研发的静思多功能福惠床 在4800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获得最高品质大奖 在红点设计博物馆也有展示 负责静思产品设计开发的 瓷季志工蔡生伦 从台湾亲赴德国 除了推广也观摩其他顶尖设计 翻开红点设计奖年鉴 里头大篇幅介绍了静思多功能福惠床 小女孩前来索取签名是因为听到志工介绍 研发福惠床背后的故事 这是瓷季基金会首次把床作为发放物资的震灾救援 简易组合睡床也就是多功能福惠床的前身 经过不断的改良终于完成了这项坐卧两用的赈灾发明 红点设计奖名列世界三大设计奖之一 是当今全球规模最大最受到尊崇的设计竞赛 1955年创办至今已经是第60届 获奖者不但等于获得国际认证和殊荣 作品更代表卓越的趋势潮流 必须都是量产商品兼具实用设计 大约新闻这下面聚工林美凤德国报道